哈囉 大家好 我是好男人模型工作室的丹尼歐 歡迎收看深入淺出 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講一下說 為什麼我們的作品完成了之後 看上去好像有一些單薄 少了一點立體感 這些模型呢 他們在設計的時候 會有很多的所謂 刻線 那我們塗裝完之後呢 它的效果卻不是這麼明顯 所以我們會需要進行一個叫做 入墨線的動作 那墨線這東西是什麼 那些刻痕又是什麼東西呢 大家都看過汽車嘛 汽車的車門跟車門之間 是不是會有一條黑色的線 想像它車門是兩片裝甲 裝甲之間會有一個縫隙 縫隙它 光照不進去 我們看它就是黑色的一條線 那在模型上 它就會被做成所謂的刻線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來要教大家說 我們要怎麼去入墨線 來提升我們作品的完成度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會使用到哪些小夥伴吧 好的 那我們這次呢 一樣準備到一件 已經完成的模型 那入墨線的話呢 我們要準備這種 髮廊漆 腳瓶 腳瓶 腳瓶的髮廊漆 然後還有一種是 它也請幫你調整好的一種墨線液 X20 就是我們的髮廊溶劑 棉花棒 那棉花棒呢 我準備的這種是彩妝用的 彩妝用的差異就是 一邊是圓頭 一邊是尖頭 這樣子 然後調色皿跟我們的面相筆 OK 那我們就直接來進行操作吧 首先我要先聲明 就是我們的髮廊溶劑啊 它對於塑料是有一定的腐蝕性的 所以有一些玩家他會使用所謂的打火機油 去取代我們的髮廊溶劑 然後是避免造成出我們的模型的破裂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不過 這是它的一個特性啊 那如果你熟悉它的特性 其實我覺得 直接用X20也是沒有關係的 那不多說 我們今天就來 直接來試看看怎麼去進行操作 那一開始我要示範的方式呢 就是用我們一般市售的小瓶的這種髮廊溪 去做稀釋 去做稀釋 然後再進行點墨的這個動作 就是拿出我們的攪拌棒 那就是把我們的融劑加進來做稀釋的動作 那這個稀釋的比例呢 大概是在1比5左右 那實際的稀釋比還是因人而異 看自己使用的狀況 OK 那就是用我們的這個面相比去沾取 那點在這種有結構的地方 有沒有 它墨線就會自己跑進去 好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介紹的是這一種所謂的墨線液 那墨線液呢 它就是已經幫你調整好濃度了 你就不需要再去做稀釋 買來就可以直接使用 那首先我們先把它搖晃 把它攪拌均勻 對 墨線液的使用方法呢 就很簡單 我們就直接把它打開來 而且它很貼心的是說 你也不用去買什麼面相比了 它裡面就附給你一個小筆刷 對於常在玩模型的人來講 我就覺得這個墨線液它還蠻方便的 然後墨線液的使用方法呢 你就會先拿出這根 又粗又黑的墨線筆 對著你的零件 不要怕 點下去 點完之後呢 我們就是 等待乾燥 那這一刻我就先不做 先不做任何動作 我們等一下可以來比較一下 入完墨線前後的這個差異 好 那就大概等個三五分鐘左右呢 然後讓這個墨線液稍微乾燥之後 我們再去做擦拭的動作 那我們就去擠一點 融劑出來 那在擦拭的時候有一個 要注意的地方 因為我們沾取這個融劑啊 直接這樣沾不太多 所以我們要在衛生紙上面 先把融劑吸掉一些 那像這種地方 我們就是 用棉花棒 輕輕的去擦拭它 輕輕的去擦它 那在擦的時候呢 不時轉動棉花棒 不要讓我們一直 用髒的那一面去 擦拭 那像這種 角角擦不進去的地方 那種尖頭的棉花棒去擦 那一樣是吸一下 那就是這樣子 然後記住一點就是 棉花棒不用省 髒的就換 那可能會 消耗的很快 不過也沒有關係 總比你為了省那個棉花棒 然後把你的 模型做得髒髒的啊 擦不乾淨 不好看 來的哈 好嗎 那這樣子這顆零件 就已經 入完墨線 並且擦拭乾淨了 那我們可以跟旁邊這一顆 比較一下 有入墨線跟沒有入墨線的差異 線條被帶出來的 你的零件的這個立體感 也會比較強烈 對 那 視覺的資訊量就相對跟著提升了 OK 好 那 這次的操作差不多到這邊 我在這邊再補充一些 就是說 墨線有出一些其他的顏色 例如說是灰色跟棕色 那這分別就是使用在 灰色可以用在白色上面 那它看起來就不會這麼的 跳 紅色配棕色它就是比較協調 從這邊我們就可以發現說 墨線啊它已經不光是為了達到說 我們所謂的車門縫隙這種 視覺效果 它有可能是為了替作品做一些修飾 假設我想要做一隻杜教獸 我希望它看起來已經快要爆甲了 即將敘事待發的感覺 那我就可以選用 可能紅色的墨線 讓它看起來充滿能量這樣子 類似這樣的一個感覺 那我是黑色的機體 我可以點片白色的墨線 讓它的輪廓看起來更明顯 那這些都是一些 可以去嘗試去玩的一個想法 對 那這一次的墨線的分享跟教學 差不多到這邊一個段落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歡迎在下方按一個讚 或者是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也可以在Facebook搜尋 好男人模型工作室 隨時關注好男人模型工作室的情況 我是丹尼歐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一起開始